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组照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紫边情况 Reno表现最差 小米9在这组样张中紫边控制最为出色 OK 我们再来看看在白天自然光线良好的条件下四款手机的拍照情况 第一组在大内光场景中 建筑物背光暗部首先会出现曝光不足的情况 V20和小米9在暗部的表现上比较不错 建筑物的墙面细节和整体亮度都要好于X27和Reno X27炫光明显 Reno的暗部表现太差 对比之下有点看不清楚物体 放大来看墙光下的树叶和天空的表现 X27和小米9的天空出现了过曝的情况 V20和Reno表现要更好 Reno的天空虽然没有过曝 但是树叶边缘出现了很明显的偏色现象 小米9和X27的树叶锯齿轮廓及叶脉纹路 有着很明显的涂抹感 细节就是严重 Reno稍好 V20表现也好于其他三者 大逆光下 天空云朵的表现符合肉眼观感 树叶细节表现充分 过到大光比的样张中 X27和V20画面整体有偏绿的倾向 小米9和Reno则一些偏红 放大暗处细节来看 X27暗处曝光偏低 细节也都是最为严重 而小米9整体噪点泛滥 这一组花朵的样张中 小米9和荣耀V20画面整体偏暗 X27花朵整体保护度过高 Reno表现最好 色彩还原比较准确 再来看一下细节部分 在画边的右侧 四款手机都有不同程度的涂抹 在画边的左侧 小米9和X27涂抹感最为明显 Reno和V20还可以看出画边上的静落 在日常阴天的表现上 这组阴天场景中 X27和V20画面整体饱和度高于另外两款 放大细节来看一下广告牌上的灯带 V20在高光压制上也好于另外三款 但是整体却有些偏暗 阴天室外建筑样张 画面整体亮度 V20白平衡要更加准确一些 放大来看一下细节 X27和小米9背景建筑物图卖感较强 Reno的建筑栏杆扶手表现最佳 V20整体表现较为均衡 室外完了我们转到室内 灯光场景的样张 很明显VivoX27在阿迪达斯灯箱的蓝光部分没有压住 小米9的灯牌颜色过深 这组样张中 OPPO Reno和RenoV20色彩怀孕度最高 我们放大细节看一下 X27和Reno在横蓝的棱角上 涂抹感最为强烈 小米9其次 RenoV20是四者中最为清楚的 而这组样张中 小米9和RenoV20的整体高光压制最好 放大右上墙角处 OPPO Reno和VivoX27涂抹感最为严重 已经看不清墙砖的轮廓了 RenoV20在此处则有些锐化过度 当然此处大家喜欢小米9 还是RenoV20的画面感觉就见仁见智了 这组样张中 VivoX27在条形灯处高光压制依旧不佳 其他三组整体成像相近 我们再放大看一下细节 蓝色字母上的石头孔处 V20有一定的锐化 但是对石头孔缝隙显示的 要比另外三款都要清晰 OV两家和小米9涂抹程度比较大 影响观感 OK我们再来看一下 48万像素在夜景部分的表现如何 这一组图片中 VivoX27高光部分表现一如既往的差 画面左侧整体过报 小米9和OPPO Reno拍摄的 左侧电内的灯光和logo上 都出现了过报的情况 这一组中荣耀V20表现非常出色 放大看群星成三个字 只有V20压住了字里的灯光 显示最为清晰 我们再来看这一组样张 整体观感上 X27首先排出在外 画面亮部没有控制好 使其过报 而OPPO Reno整体又偏暗 小米9表现不错 OPPO Reno看对面楼语解析力 是四组中表现最好的 但是Reno强体显示上整体偏红 看完日常夜景 我们再来看看极限暗光下 四款手机4800万呈现如何 第一个是在完全无光的情况下 拍摄直五百件 OPPO Reno整体太黑 VivoX27噪点爆炸 V20亮度最高 小米97次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鞋子楼应急通道里面的一组照片 小米9这次翻车 X27和OPPO高光部分比较好 表现最佳V20 不仅在高光部分表现出色 而且是四组照片中 唯一能够清晰显示安全出口 这四个字及其图标的 MX586的手机在我们的六个场景 实际拍照体验下来 白天样张中各家的差距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荣耀V20在细节处的锐化 看起来不那么自然 但是在解析力宽容度上 表现确实不错 小米9紫边控制上表现出色 考虑到之前小米的手机 一直在这里翻车 这次可以说进步不小 不过画面放大细节处 丢失比较明显 而VivoX27和Reno 则是败在了逆光场景下 虽然确保了暗部 但是高光过曝 整体表现锐V20 在夜景样张的对比中 同样作为可以指出 4000万万像素的VivoX27 在高光控制解析力 这些环节上持续翻车 小米9和OPPO Reno 在简单光源的处理上 并没有犯太大错误 但是在夜景光源杂乱的场景下 对于画面的处理 就有着非常明显的过报问题 让V20整体画面亮度 暗出细节 解析力方面表现很好 OK 这就是本期 4000万像素拍照对决的 全部内容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小专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评论或者私信 记得素质三连本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